未读 牧师 弟兄姐妹 小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老师要跟你们讲的 来你们看 这边有两张图 一张图是一个人他在做运动 走路 走向有阳光 太阳的路 对吗 这样才能够走 另外一个人他在黑暗的房间里 可能不是房间 那个是暗暗的 看不到路 再下一张 所以我们的心里也有两个路 一个是光明的路 如果我们做错事情 你的心就会怎样 好像上面的那个黑黑的心 对吗 为什么你会有黑黑的心呢 我们看 当我们做那个黑黑的 走在黑暗里的路的时候 我们就会 你看小朋友 你看这边有三张图 第一张图 那个小女孩怎么样 他踢 踢一个哥哥的脚 那个差一点跌倒 对不对 你想可以这样吗 走路可以这样去踩人家的脚 给他跌倒吗 不好 第二个呢 有一个同学 哎哟 他去踢另外一个小朋友的什么 屁股耶 哇 那个也是要滑倒了 对不对 你们玩球的时候有没有这样 哇 玩输了我就踢你 踢你的屁股 踢你的脚 给你拿不到球 可以吗 然后呢 有一个怎么样 他去踩那个猫 小猫的尾巴 或者去捉那个动物 对不对 也不对 OK吗 这样就是欺负同学和小动物 这样这个人的心 是不是黑黑的心 是哦 好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 你们看哦 有时你们在家里 有没有这样 你看第一个 哎哟 生气了 生气了 他做什么 他去 怎样 看到他去踢他的书啊 做功课 读书 是每个学生的责任哦 但是如果你们做功课 不跪 就要问爸爸妈妈 或者问老师 找你们的大姐姐 大哥哥帮你们 而不是自己在那边发脾气 生气 另外一个 你看 可能那个是跟哥哥还是跟姐姐 抢球耶 有没有这样 你们在家里玩游戏 有没有打架 有吗 有哦 还有咧 哇 第三个更糟糕了 你看 他不听他的妈妈讲话 他在那边怎么 顶嘴啊 妈妈可能讲一句 你顶了三句五句 这样对不对 对吗 小朋友想想 有没有这样 有没有做这样的 你们有没有这样 有啦 有没有 哎呀 不要讲是小朋友 我们大人有时也会这样哦 这样对不对 这样是不是他的心就黑黑的 所以你们看哦 但是我们 即使我们有做错 我们每天都要来到主耶稣面前 要认罪 你不要给你的心一直是黑黑 知道吗 可能早上你黑黑哦 你到晚上 要睡觉之前要快点祷告 要认罪 要认罪 跟主耶稣说 看 你的心要不要变成红的心 要吗 要 不要一直留在黑色的心里面 要走在光明里 好吗 小朋友 我们现在 老师就跟你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 闭眼睛 我们来做个祷告先 来 亲爱主耶稣 谢谢你 让我们能够从黑的心变成红的心 我们要将一切的错的事情都不要再做 求耶稣保血洗净 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好 我们来唱这首歌 耶稣又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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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的光 一起唱 耶稣又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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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的光 黑暗里走 必要得造生命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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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的光 好 我们在结束之前 我们来读经句 约翰一书一章五节 上帝就是光 在他毫无黑暗 约翰一书一章五节 好 就将时间交给蔡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 感谢上帝今天能够在这里 回到自己熟悉的一个地方 跟大家一起敬拜 时间过得很快 一眨眼就八个多月了 不晓得你觉得时间过得快吗 快的人就感觉快 慢的人就是日子大概很重担 我也感觉到很快 所以有人问我 牧师你退休的日子如何 你们说我过的日子快吗 快 真的很感恩能够进入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 这阶段也是一个学习的阶段 就好像我们瑞玛运动也是今天开始 这读经运动在四年前 COVID期间 我们接着一起的灵修读经 甚至在小组里面分享 配合教会的主题 我们不单能够自己一个人靠近主 我们也跟我们的弟兄姐妹 一起在主的真理上学习 去年我们读到雅各书的时候 雅各书形容上帝的道 上帝的话语好像一面镜子 你知道镜子的功能不是照别人 是照自己的 对吗 你看镜子是你在里面 看镜子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看到你自己的本相 所以请你读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不是好像那面镜子这样去照别人 别人为什么有这样多的问题 不是 而是照自己 不单照我们的表面 我们现在的头发也没有乱 我们的脸上 我们吃东西也没有留下一些东西 更照进我们的心灵的深处 是怎么的光景 看看我们的心里面是什么颜色的 请问你心里的颜色是红的呢 还是白的 还是黑的 还是灰的 还是彩虹的颜色 真的我们需要透过这个每日的读经 来到上帝的这个神圣的镜子面前 看看自己的本相 认清自己现在的光景 然后继续的靠主的恩典走下去 我们读今年的经课是从这个约翰一书二书三书 约翰福音跟约翰一书其实有很多关联的 有人说他们作者是一样 不管怎样 我们先开始聆听这段经文的时候 刚才我们听的是约翰开始在第一节到第四节 做见证 他与耶稣相遇的经历 特别是那几年跟耶稣在一起传道 跟随耶稣的脚步 一起去宣讲天国的信息 然后耶稣复活之后 也向他来显现 所以他自己本身有这样的一种的体会 经历了耶稣 我们知道刚才我们读听这经文的时候 有一直出现两个字 叫做香蕉 请小朋友们不要误会 以为是banana 香蕉 这个香蕉在古代 因为在百年左右的 那个字是表达一种交流 甚至于说我们听到交通 我们以为是transport 交通跟香蕉 就是当时用的字是说 可以来往 互相有一种互动 所以在英文就很清楚是fellowship 就是说耶稣经历跟耶稣的相交 跟耶稣的交往 那种亲密的关系团契 他也甚至要告诉我们 我们彼此之间 也有这种的香蕉的生命 团契的生活 所以一开头 他的见证是什么呢 这看起来是很奥秘的生命之道 他说我可以用眼 可以用我可以耳朵来听见 刚才我们比动作的时候 耳朵在这里 耳朵也在这里 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有心灵的耳朵 也亲眼看见 亲手摸过 这个表达对当时来说是很重要的 因为当时我们读这个资料 我们知道当时有一派的邪术 认为耶稣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实体 没有肉身的 只是一个灵 所以摸不到 甚至也看不见 但是约翰说 耶稣是真正的一个人 来到我们当中 甚至我可以去触摸到的 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这里就告诉我们 原来信仰真的不是停留在 听说听说 别人怎么说 信仰是我们本身 也要这样的一种见证 跟别人宣告 分享说 我经历了我的主 祂是怎么样 让我能够体会祂的手的带领 经历祂 怎么样以祂的爱 来触摸我 来安慰我 鼓励我 这是一种生命的体会 然后能够来分享 我相信我也盼望 这40天以外 我们继续地保持这种读经 靠近主的这种生活 有人问我生活怎么样 我最简单地分享 我觉得在退休之后 花最多时间的是在读圣经 突然之间有这样的一个时间 不是说突然间 其实有这样的一种安排 原因是因为 我需要有两本门徒带领 一本是在教会里面带领 红本的门徒 另外一本是中央的 跟年会的一个中央班 是金本门徒 上过门徒的都知道 每一天的功课 其实是很多的 尤其金本 不单读圣经 还要读次经 就是两页之间的一些旁经 好像每一天都在读圣经 但是有一天我突然感觉到 好像我是在应付功课 因为单单读这些经文 本身就花了几个小时 如果要细读 好好的读 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来了 我好像是在准备功课的心态 我是来到圣经的面前 但是有一天很强烈的一种的体会 来到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时候 耶稣说到我这里来 我突然发现到 我并没有到耶稣那里去 来听祂的话 我只是在一本 好像看得见的圣经 还有看得见的笔记 在那里做一些的灾路 那一天我不得不悔改 说上帝啊 耶稣啊 我真是要认清楚 我来到祢的面前 是祢邀请我到祢的面前 同样的今天 我们来到敬拜的时候 我们不只是来到礼拜堂这里 在讲台的面前 我们也是在主的面前 聆听祂今天要对我们所说的 这种在整个约翰一书里面 不断提醒我们 有一个中心点 就是让我们能够跟耶稣基督 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 那个叫香蕉 请我们今天对香蕉这个字 有一种新的体会 下次当你们吃香蕉的时候 想起了这段经文 我们要首先再次回到 我们所敬拜跟随的对象是谁 当然上帝是非常的丰富 又伟大 能够用什么画面 用什么地上能够了解的字眼 精力来表达对上帝的属性 其中一样就是光 光是上帝的本质 当然在约翰的记载里面 他常常用一种强烈的方式 来对比光跟暗 所以黑暗是属于那二 当然我们在其他圣经里面 也读到说 其实对上帝来说 一切都是美好 但是约翰在那个时代 他需要用这样的比喻 这个方式 让当时的人能够了解 黑暗是属于不好的 光是属于上帝的 所以在这两者之间 就好像常常有一种的对抗 谁能够打赢呢 肯定我们就发表到 他用这个光的时候跟黑暗 也给我们有一种认识 给当时的信徒认识到 光一定会胜过黑暗 光跟黑暗是不能够共存的 当有光的地方 黑暗就要离开 你可以想象在一个 很黑暗的房间里面 暗房里面 黑暗似乎掌权 当你一开灯的时候 那个灯一亮 黑暗就好像不能躲到哪里去 它消失了 这样的一种方式 古代的人能够明白 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们 一听也明白 我们所敬拜的对象 是那位光明 正直 公义 慈爱的上帝 光可以具备 有这种各种的属性来表达 刚刚我们听的经文里面 要我们避免 当时流行的三种的想法 其实它只有一个主题 就是对罪的这个课题 要有一种的回应 当时对罪的一种的了解 必须让约翰来提出他的教导 当时流行的这种想法 对罪的看法 深深地影响了他们 这一次我们堂位定的这个题目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说 墨流暗处 行在光中 很有墨水 不是我的 是当我们堂位的教务写的 墨流在哪里 暗处 行在光中 当时对暗处 在黑暗 他们怎么样了解呢 所以你读这个约翰一书 第一章到第十节的时候 出现了三次 三次这个红色的是 当时流行的一种的想法 我们若说以上地相交 却仍在黑暗里行 就是说谎 不行真理了 一旦直接点出了 这一种的想法是错误的 就是说我一方面可以跟上帝 有亲密的关系 但是我仍然可以在黑暗 就是在于我仍然可以继续犯罪 他说这个是说谎 说谎的目的 在说这个是谎言 为什么有人要说谎呢 说谎的目的就是要骗你 欺骗你 让你以为是真的 所以大家也以为说 是啊 我一方面可以来敬拜上帝 我可以跟上帝有那种关系 但是我还是继续走回我以前的老路 我做以前我那些在黑暗中的一些行为 约翰说不 这不是真理 这不是行真理 这是谎话 所以他立刻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教导 他的教导每次在这个 如果我们若说 我们若说这个是当时流行的话 思想影响他们 所以他立刻就来 来教导一个正面的 正确的一个教导 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下面的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 如同上帝在光明中 就彼此相交 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血 也洗尽我们一切的罪 这课题开始引发出来是这样 人在罪恶里面没有知觉 甚至自己得到安慰 没关系 因为当时的流行 那种思考是这样 我灵魂才是重要的 我灵魂里面没有犯罪 我身体我的行为有犯罪 那是行为 这是肉体的 所以犯罪没有内疚感 犯罪不觉得是罪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当我们对罪 不能够有深入的去了解的时候 我们活在罪中 活在黑暗里面 还没有检查到 我们还会说 有没有 有这样吗 当圣灵的光照的时候 我们就发觉到 我们看到 什么是上帝所不喜业的 什么是偏离了上帝的心意的行为 和什么是上帝所厌恶的 这里特别要给一个鼓励 因为约翰说 我们在基督的宝血里面 可以怎么样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他要告诉我们 他不只是要告诉我们有罪 他还提出了解罪的 赦罪的平安 基督的宝血 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 你看他其实重复一个主题 跟罪有关系 当时流行说 我们我没有罪 无罪便是自欺 真理也不在他里面了 刚才是说 他认为自己 跟上帝一面相交 一方面还能够继续活在黑暗里面 那是说谎的 魔鬼喜欢用各种的伎俩 来欺骗我们 这是另外一个伎俩 无罪 我们都知道 人在一个地上 包括小孩子 有时候都会这样 会做出一些 你想象不到的一种的行为 没有人叫他的 他有时候会说谎 刚才我们说 那个小朋友还会怎么样呢 去替那本书 因为功课实在太讨厌了 我不懂我们当中 有没有人 替书还好 有些人是替老婆 那就不大好 肯定不好 一种暴力的倾向 人有这种 在里面 有一种 自然的 不用教的 一种的罪信 他就发挥出来 其实 约翰是说 你不认罪 说自己无罪 其实他这种人是傲慢 他不肯认罪 这样的人 真理不会在他心里面 一个人 不知道自己犯罪 知道了又不承认 真理就不在他里面 所以常常我们被提醒 这件经文是非常宝贝的 也是真的是把在黑暗里面 所做的事 透过真诚的在上帝面前的认罪 而得到设罪的平安 这是我们的好消息 也是约翰给当时信徒的 一个重要的教导 让我们一起再读这一节 第八节到第九节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上帝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尽我们一切的不义 是的 认罪 这是我们在基督教的 这个崇拜当中 不只在圣参的时候 我们认罪 在当我们搭进主的圣殿的时候 提醒我们 这是来到上帝光明的国度 来到这伟大真光的面前 我需要谦卑看到自己的本相 但是我们不只是 知道来到上帝的认罪 不是要定我们的罪 乃是上帝的心意 是要赦免我们的罪 所以提到罪的时候 背后不是带着一种 你看你看你犯了什么错 你犯了什么错 好像面镜只要来造你的罪恶 整个过程 约翰很小心地处理 因为到以后 你看到他提出了上帝是爱 整个上帝是光来光照我们的黑暗 不是要来定我们的罪 就像耶稣来 不是要定罪 而是要帮助我们离开罪恶 脱离罪恶 而能够活在光明中 第三个一样的 类似的表达 其实他虽然三种话 但是其实都是一个共同的主题 我们若是只没有犯过罪 谁敢这样说呢 竟然有这样的理论 来所谓安慰这些犯罪的人 这何等我们想起来 真的是很不能够无法想象的 但是我们在近代 我们也听到一些信息也类似的 耶稣的宝血已经一次洗净你了 你过去所犯的罪洗净了 你现在犯的罪也洗净 你将来要犯的罪也洗了 还有这样的教导吗 也有 你说这样的教导 跟这个有什么不同的 那种教导也是很可怕的 犯罪不用再有内疚感 不用再有质责 不需要再认罪了 因为我一次已经洗干净 这种极端的恩典的概念 是非常可怕的 我们必须说 这一类就像当时所流行的 那种教导这样 它会使我们的良心 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消灭掉 它会使我们犯罪麻木 没有感觉 约翰非常严厉地说 你们如果是这样说的话 等于上帝在说谎 上帝从来不说谎 祂的道 真理也不在你们心里了 所以你看三次都是用提到 如果我们这样说 犯罪是可以的 我也没有犯过什么罪 它的一个总结是什么呢 你被骗了 你以为上帝是骗人的上帝吗 接下来最后一个共同的总结是 真理也不在你心里了 一个人内心里面没有真理的光 他口里面讲出来的话是很可怕的 你听听看你说讲过的话 哪一些话是有真理在里面 哪一些话是没有的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 透过回到来到他面前审查 并且得到主自己重新给我们机会 如何保守自己行在光中 处理黑暗的目的不是让我们定罪 而是要你来到主的面前求赦免 得到捷径 然后怎么样 走在光明中 莫留在黑暗处 我的一个理解是这样 就是我们生命里面 有一些不光彩的事 不好的事 那就慢慢变成什么呢 变成一个秘密 请问你有秘密吗 有没有 有 一个人内心里面的秘密很多 secret 很多 他里面要处理的 他的快乐的程度 应该一般上会比较少 因为他担心 有一天他的那一个秘密 是不好的 会暴露出来 被羞辱 不懂要怎么办 请问你跟我 留在那黑暗处的事件多吗 有没有把它放在光明面前 当我们认罪的时候 放在光明的地方 我们就得到自由 因为黑暗不再掌控我们了 所以耶稣说 当你跟认 你真理就使你怎么样 得到自由 你里面的自由的程度多高呢 你心里面 会不会有很多的惧怕 担心 别人知道 你所隐藏的事呢 包括你整边的人 你的秘密会很多吗 今天上帝给我们一个邀请 在他的光照之中 当你把里面的黑暗 拿出来 在上帝面前 求他光照以外赦免 他一定能够帮助你 可能你要面对一些代价 但是那是值得的 我们看报纸知道 有些人犯了错 逃亡 离开这个地方 但是里面的黑暗的事件 控诉他 一直没有停止 到年老的时候 回到这里来自首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他不能够过 他心里里面那一关 他宁可关进监道里面 受刑罚 也要脱离那一种 黑暗控诉的那一种 遭遇 夜晚 多少个夜晚 不能够好好的睡觉 多少时候心里面 背负这种的重担痛苦 在牧会的过程当中 上帝给我们作为牧师的 有时候有这样的机会 得到某种信任 一些会有 真的在来人生的 某一个旅程的时候 需要找 不只向上帝认罪 也需要找一个人来表达 放在光明的地方 来认罪 有时候看到一个人 真的在病床上流泪 懊悔 说不出的一种 对不起的一种感受 内疚感 残累他几十年 因为留在黑暗的地方 的那个 一直储藏在他心里面 那种痛苦 真的不是他 没有物质的享受 也不是他没有拥有 别人所拥有的 但是他就是失去了 光在他心里面 他里面的黑暗是很深的 感谢上帝这些人 肯回到主的面前 认罪 通常他们都有得到 这种设罪的平安 不用去见到主的时候 带着那黑暗 来到主的面前 真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光 掉在光明中行的时候 我们必须学习 这样到主的面前认罪 也就是上帝圣灵 还感动你 还需要到那个人面前 你伤害他的面前认罪 你当你愿意 这样做的时候 黑暗不能够再掌控你 黑暗也不会再挟持着你 记得我们曾经听过 这样的比喻 一个小孩子 他在家里面玩锁的时候 把爸爸的一件古董打破了 哎呦 这个是大事 回来一定遭殃 所以就想办法 要怎样解决呢 他就跟那个工人商量 那个打破的那个瓶子 跟他连回去 用super glue 跟他连好 放回去 转个方向 那这个事情 成为秘密了 秘密了他的心 不可以让爸爸知道 但是工人知道 工人整天用这件事情 来威胁他 你不乖的话 我就跟你爸爸说 这句话很有力量的 每次用这句话来威胁他 你要乖吗 吃饭 做功课 睡觉 哇 因为他的把柄 被抓住了 因为他这件事情 他收起来 留在暗处 直到一天 他受不了了 这工人 对他的威胁 他已经受不了 他需要来到爸爸面前 认错 当然爸爸不高兴 但是也不至于 把他赶出去 但是从那一件事情 那个他跟他爸爸 承认错之后 他得到自由了 同样的魔鬼也常常控诉我们 透过那件事情 威胁我们 捆绑着我们 使我们失去了自由 不能够在光中行到门 走过光明一段路的时候 又退回来了 又被绑住 好像叫神子这样 把你拉回来 我们的选择是什么呢 刚才华文老师 给我们两个选择 一个是红的心 一个是黑的心 请你们做一个选择 我相信我们这里 每一个人都说 我要在基督保血的救赎下 成为一颗红的心 我们需要常常 在真光的照耀下 与我们的耶稣 与我们的上帝 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 这个讲起来 是常常听的道理 但是事情起来 常常面对考验 有时候我们立志了 做了几天 做了几个星期 又好像弹弯了 忘记了这件事情 又重新再来 所以请你们不要觉得 很厌烦 听到这种信息的时候 我已经懂了 懂是懂 但什么是真正的懂呢 就是需要去操练 需要去活出来 这活出来是很关键的 我在退休的时候 也有机会比较多 参与一种个人的服饰 或是带领进修会 最近我一次在 沙巴的地方 带领一批 沙拉业的会务领袖 一个进修的几天 在山上的时光 那么我们特别安排 每一个人 有机会见属灵导师 分享他们的灵性的 这种遭遇 经历 他们现在的状况如何 不是谈他们个人 什么问题 不是辅导 而是在跟上帝的距离 有多靠近多远 听的过程当中 有时候我很惭愧 因为有其中一两位平信徒 他们是很虔诚的 他们每天早上 天还未亮的时候 就起来灵修 因为以前的老牧师教授 要守城根 要好好的灵修 这些人 这些信徒也很受教 牧师怎么样教 我就怎么样行 所以老一辈的 真的是 不是睡不下 起来灵修 他是真的有这种 敬虔的信 多久呢 有时候一读圣经 整一个小时 很享受跟上帝 在一起的时光 我听的时候 我有点惭愧了 因为作为牧师 我不一定每天 都有这样的时光 但是在平信徒 当然不是每一个 但是确实有这样的 很虔诚的信徒 我看的时候 听的时候 这个过程 另一方面被鼓励 另一方面也被提醒 在上帝眼中 不是看你的职份 而是看你跟他的距离 有多靠近 约翰一书 一直提醒我们 跟耶稣基督 彼此有交流 这个相交 是很重要的一个字眼 跟基督有这种团契 在光里面跟他团契 你就不会去犯罪 在光里面 你就会走在光明之中 光不但让你看见 他接下来要告诉你是 在走这条路 有引导的功能 当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 就说 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 其实他要提醒 接下来你要走哪一条路 刚才我们唱的一首 耶稣又对众人说 什么呢 我是世界的光 要跟随他 就是走下去 跟随他的脚步 我们今年庆祝 堂会135周年 我很欣赏我们的这一个logo 你们看到的这个图画 有没有 我相信 筹委会有跟你们解释 你看到什么 第一个眼 第一眼看到的是一个活 配合我们教会的主题 要活出什么 活出圣爱 活 然后里面有一个135 看到吗 没有 有135 我看到什么呢 我看到那只鸟 有没有看到那只鸟呢 在哪里 在哪里 OK 这个方向 我在解读这幅画 我没有跟当事人解读 我说 这个鸟的方向 怎么是飞往上面去的 因为这圣经 这鸟代表圣灵 隔止往同上而下 我就觉得可能 我自己猜测了 自己看的时候 说也有意思 因为圣灵已经降临在我们心中了 现在这只鸟是飞出去的 要行的 要活出来的 所以这个方向跟活这个概念 我觉得是很配合的 你们赞成吗 我不懂那个原作者是不是 也是有当时设计的时候这样想 还是我多解读了 不管怎样 对我来讲 我觉得看的时候 很有那种impact 我说是 我要求圣灵一方面充满我 另外一方面怎么样 像诗篇55篇第六节的时候 我就像一只鸽子 我展开我的翅膀 飞往你那里去 飞往哪里去呢 其实一方面靠近上帝 另一方面走进人群当中 把所听的真理 圣灵在我里面的感动 活出来 今年我们135周年 这个标志 也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提醒 就是活 活出什么 我们前面过去几年 活出圣洁 现在我们用行动 活出圣爱 当现在这40天 我们每一天 打开这个瑞玛的手册 打开圣经的时候 我们被提醒 我们不只是打开 来到这本册子的面前 我是来到主的面前 来到这位真光的主的面前 来亲近祂 让祂来光照我 让我愿意在我的生命里面 有哪些黑暗的地方 被祂这样光照之后 清理掉 之中我们的心里面 是越来越光明的 我们能够成为 圣经里面所说的 光明之志 这首诗歌让我们 也成为我们的一个祷告说 耶稣是为我们付上了代价 但是这代价 我们今天是以感恩的心来回应 因为这代价帮助了我们 能够脱离黑暗 进入光明 甚至上帝从基督的眼中 看到我们 成了光明之志 圣经里面 成了光明之志 圣经里面 kimse地愿意 宣伤相伴 光明之志 总之师国的名字 他用� sauce 宣传相传 赎出会 地名字 光明之志 祖所喜悦的名字 北京释迦 将祖国带进人群里 祿得我们相信我们的主所付出的 不是要定我们的罪 乃是要我们从罪里面得到释放 祖国带进人群里面 带用礼宝学舟家书会的名字 光明之子 祖所喜悦的名字 北京释迦 将祖国带进人群里 光明之子 光明之子 祖所喜悦的名字 北京释迦 北京释迦 我们这时候 我们这时候也做一个选择 跟我们的主说 让真理的光 让真理的光 接着悔改 不再重犯 主的恩典足够力量陪伴你 祖所喜悦的名字 祖所喜悦的名字 也干净 让我们不继续活在黑暗之中 而是愿意选择 行走在主里的光明的光中的道路 帮助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 今天能够把主你的道 存在我们心里 让圣灵如同各自充满我们的心 也同时引领我们的脚步 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